2024年,众多人都流露出对未来的担忧,将其视为充满危机和灾难的一年。 近期,一位备受瞩目的英国预言家对这一年的走势进行了预测,其言辞坚定,似乎预见到了一些引人注目的变化,进一步引发了人们对未来的猜测。 这位著名预言家的言辞引发了广泛的关注,因为他的过去预测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验证。 他描绘了2024年将是一年充满不同寻常事件的景象,这使得人们对未来产生了更多的好奇心和焦虑感。 究竟是什么让这位预言家对2024年充满信心,并坚称这一年将是不平凡的呢? 1954年,一个与众不同的男孩出生了,他的名字叫克雷格·汉密尔顿·帕克。 从小,帕克就展现出与常人不同的感知力,他能看到一些奇异的光影,那些光影竟然具有人形,甚至能够表达情感,发出语言。 小时候,帕克总是向父母讲述这些奇异的经历,但很遗憾,他的父母并未真正相信他所言,他们只把这当作是孩子的胡言乱语。 直到有一天,帕克告诉父母隔壁有位老奶奶,请求他们去帮他教话。 这一次,帕克的父母大为震惊,因为隔壁明明住着一对年轻的夫妇,根本不存在老奶奶。 当帕克详细叙述老奶奶的言谈举止时,父母才恍然大悟,原来,九年前的一天,隔壁确实住着一位老奶奶,只是他已经在那个时候离世。 这一幕令帕克的父母重新评估了儿子的神秘感之力。 从那一刻起,帕克的父母开始相信他所见所说,并鼓励他将所看到的话出来。 在父母的支持下,他逐渐接触了占星术等神秘学的领域,从而踏上了一条神秘而不寻常的道路。 1997年,多迪、法耶兹和戴娜王妃的离婚风波引起了全球轰动。 在这段令人震惊的婚变背后,两人竟然悄然展开了一场匪夷所思的恋情。 他们的命运在一次度假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逃避狗仔队的追逐时,却不幸卷入一场严重的车祸,车毁人亡。 多迪、法耶兹的父亲深感对儿子的思念之情,为了再次与失散的亲人相见, 他决定举办一场神秘的将神仪式。 汉密尔顿·帕克成为这场法会的主持人。 在仪式之前,他对即将通灵的对象一无所知,对身边的人一无所知,神奇的事情开始发生。 仪式刚开始时,帕克沉浸在一种特殊的氛围中, 他渐渐感受到一股神秘的力量,在他的脑海中,一首美妙的歌曲不知何故浮现出来。 带着这个启示,他告诉在场的人们,原来戴安娜·王妃想通过这首歌表达他的情感, 这是他与两个孩子之间独特而珍贵的回忆。 这一切让在场的人们大吃一惊,因为那位作曲家正是在场之人中的一位。 而这首歌是他专门为戴安娜创作的,知情的人屈指可数,更令人震惊的是, 帕克还对一位女士说出了一些私密的事情,比如戴安娜喜欢她送的糖果。 而这位女士竟然是戴安娜以前的私人助理, 每当王妃心情低落时,她都会递上一颗糖果,这些事情都是极为私密的。 几乎没有几个人知道,正是因为这次将神仪式,帕克的名声迅速传开, 越来越多的人前来寻求她的预言,探讨未来,真正让她声明确起的, 却是她在预测到疫情爆发的惊人准确, 这才让她成为全网的焦点。 帕克的神秘预言引来了全球众多粉丝, 她准确率高达85%,被西方媒体戏称为恐怖的厄运先知。 而在神秘的通灵界中,她更是被尊称为通灵者, 声称自己能够通过意识与灵体进行沟通, 达到预言的目的,她的第六感异常灵敏,超越了寻常人的理解。 这个所谓的第六感,实际上是一种超感官知觉, 普通人只能通过五种感官感知世界, 而拥有第六感的人则能透过超越正常感官的方式接收信息, 能够预知未来发生的事情, 与之前的经验积累毫无关联。 近日她发布了一系列关于2024年的震撼预言, 这些预言涉及全球灾难, 大国命运, 科技威胁以及人类扶植等多个方面, 尽管这些预言引发了激烈的争论, 但他们无疑为我们揭示了未来一年的世界大势。 一、帕克预言全球性大灾难即将来临, 其中包括传说中的大洪水再次发生。 欧洲和伦敦恐将难逃一劫。 二、中国和俄罗斯将组成强大同盟, 重塑世界政治和经济格局。 在这一背景下, 俄罗斯经济可能萎缩, 与中国达成军备合作。 值得注意的是, 普京总统将发生意外, 接替的是位女性总统。 三、日本也将陷入多重自然灾害之中, 包括大海啸、大洪水、灵火等, 甚至富士山也将喷发。 此外,日本还将迎来新的大流行病。 四、网络攻击将增多, 间谍软件、肆虐, 一些银行系统甚至可能陷入瘫痪。 五、人类在医疗和护理领域将取得新的突破, 能在阿尔茨海默病和癌症等疾病治疗方面取得重要进展。 六、特朗普遇险, 命运突变, 众所周知, 特朗普是一个备受争议的政治人物。 灵媒对于特朗普的预言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, 他毫不犹豫地预测。 特朗普将遭遇刺杀, 这无疑让人们对他的命运充满了好奇和担忧。 特朗普的政治观点和做法一直备受争议, 他的突然离世对于美国政治格局和国际事务将产生重大影响。 然而, 我们需要深入思考这样的预言背后是否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, 或者只是一个偶然的猜测。 特朗普在执政期间引发了许多争议, 他的政策决定经常受到质疑。 然而, 他也有着一大批的支持者, 他们认为他的做法是在为国家的利益而努力。 特朗普的离世, 无疑将对美国政治产生颠覆性的影响, 也可能引发一系列对内政策和对外关系的变化。 未来的美国政治格局将出现怎样的变动? 这个问题引发了全球关注。 7. 美国政治版图被重汇, 与特朗普相对应的是拜登。 拜登作为特朗普的政治对手, 一直备受瞩目。 然而, 林梅的预言中竟然提到了拜登的离世。 这个消息, 无疑对拜登的支持者和整个美国政坛都是一个巨大的打击。 拜登的执政目标和政策纲领一直备受争议, 但他的登上总统宝座, 还是引起了全球的关注。 他的离世将对美国政治版图产生深远的影响, 也可能导致一系列政权轮替的连锁反应。 拜登离世后, 美国政治舞台将迎来一次重大的变革, 新的政治领袖将崛起, 国家政策可能会有所调整, 甚至是政治体系的重构。 这样的预测引发了人们对未来的担忧和恐惧, 也让人们开始思考政治的本质和国家的发展方向。 8. 强大地震波及多地, 环境问题再次引发关注。 除了特朗普和拜登的命运, 灵媒的预言还包括一场强大的地震将波及多个国家。 历史上的一些重大地震事件, 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记忆, 例如2004年的印度洋大地震, 灾难的到来, 常常让人们对环境问题和自然灾害的准备性产生重视。 这次预测中的地震, 是否是地球为人类敲响的警钟, 要求我们重新审视环境问题和加强国际合作。 地震是地球的自然运动, 它们在某一刻会让全球都感到振战。 面对地震带来的破坏和灾害, 各国都需要加强防灾准备和提高社会的紧急响应能力。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的加剧, 自然灾害的频率和强度也在不断增加, 人类只有加强环境保护和国际合作, 才能更好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自然灾害。 在这个充满变数的未来, 我们需要消除恐惧和怀疑态度。 从超自然的现象中寻找启示, 为未来的世界贡献一份理性而深刻的见解。 无论超自然是否真实存在, 我们都不能否认人类对于未知的好奇与探索的勇气。 超自然或许只是人类认知的冰山一角, 人类的命运和世界的奥秘远未被完全揭晓。 因此,让我们拥抱未来, 面对未知的命运, 以一种积极的心态去面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变革和挑战, 在这个穿越未知的时光隧道中, 我们期待揭开超自然的神秘面纱的一刻, 无论预言是偶然猜测还是超自然先知力量的体现。 这场超自然风暴都将牵动国际舞台每一个角落, 让我们共同期待, 揭示命运的奥秘, 探索人类未知的边界。 。